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是李文汉 有很多网友跟我表达 为什么不用中文来介绍我的影片 好了 姓李贵言 今次我要和大家介绍的 就是八打零八间最棒的鸡汁面 首先就和你讲一下鸡汁面的来源 其实鸡汁面是来自中国的北方 北方的菜肉鸡汁是用白皮 用猪肉做馅 一般是大粒一点的 汤通常是用猪骨和香菜来做的汤 就比较简单一点的 存在南方之后 广州的徐司就将它改良了 第一 用了黄色的皮 里头是有鸡蛋的 就可以做到皮薄很多 而鸡汁也是有调整过的 加了鲜虾 就现在的鲜虾云吞 汤底也有改进很多 因为北方的汤就比较单调 一般廣州的汤就是有猪骨 大地鱼 马拉雅就叫左口鱼 和梅菜 加上重要的材料就是 蝦子来咬四五个小时 结果呢 湯有甜 有清 还有呢 的名字 鱼汤呢 就叫软汤 软 软呢 就是我们广东话的云 因为这些云吞在汤里放下放下 就好像一块云那样 而吞呢 就是广东话的吞 基本上呢 广东的云吞呢 就是洗粒一点的 一口吃下去就要吞 还有的面呢 其实面呢 就是减水面的 而且呢 是一种传统的猪猩面 一般呢 就是用鸭蛋来做的 就可以被它烟硬一点 那三氧加盟来说呢 我觉得 云吞面是算是简单 但是又很讲究一道面食来的 虽然云吞面是来自广东西 最好吃的云吞面呢 的而且确是在香港 不过你千万不要搞错 我是讲煮水云吞面 不是干拌云吞面 香港的干拌云吞面呢 是用蚝油来拌的 叫做拌面 是很难吃的 不可以落后的 我们马来西亚呢 正所谓吃云吞面呢 其实就是吃云吞面 这些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 现在呢 就让我介绍 第一间最正豆的云吞面 SS14 肥老心云吞面 黄殉基茶室呢 是这个区提供最漂亮的街头美食 特别就是他们的云吞面 吴先生呢 跟他老爸接手过来 他们的党口呢 就已经有40年历史了 一般呢 顾客呢 你光顺的就是 冬菇鸡脚啦 水鸡呢 和最受欢迎的 干拌叉烧云吞面 因为呢 它的叉烧呢 是实食很黏牙的 它的面呢 鸣鸣又爽口 又觉得又特别有味的 加上点猪油渣啦 更加香口啦 这间茶室的座位 是有限的 那要吃好东西 就要用点耐心啦 Gottadamansara 陈申计 这间面家呢 就是来自佐康的训真 陈先生说呢 他已经是第三代接班人 他说呢 他的爷爷很辛苦成功地 创出这个传统行业 可惜做了两代呢 他的孙子呢 就不想接受 那没算了 陈先生就辞了他吉林坡 份广告工 走回家乡 从学师做起 一做就做了六年 那现在呢 就和太太 攀手带给我们 南方特色的面食 他的干拌面呢 就特别好吃 外面吃不到的 这里的鱼蛋呢 和面呢 是自己打的 所以滑点的 你要试一下他们的 番茄辣椒干拌面 包你吃个番沉味 Daman Sara Updown冠记云吞面 这间云吞面呢 七十点钟呢 就已经来到这个区了 他们同时坐街的冠记呢 是有关系的 这间理事年家呢 就已经全到第四代了 他们还坚持每日自己做面 我大约 下午一点半来到 东西都买到七七八八 幸好还可以吃到一碟叉烧云吞面 人人都知道 冠记的云吞面呢 是有水平 果然没有两个失望 他的面又均匀又好吃 云吞又大粒又爽口 最主要的呢 就是他的汤水 是很鲜甜 下次呢 一定要叫碗煮水云吞面 USJ8苏邦寨一乘记云吞面 位于戴宾LRT的车站对面呢 就是好连美食中心 旅途呢 又当好出名的云吞面 开了二十八年了 USJ8呢 就帮他爹爹接手 继续满足点骨盒 让他们吃到真正的云吞面 原味呢 我叫了他们的著名叉烧云吞面 就好满意 因为他每一方面都做到十足的 无论在面啦 味道啦 云吞啦 和汤 他的冬菇鸡的排骨呢 都好正 USJ8呢 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律师 他呢 就用了他自己的制作 来创意 兼知口味 这里呢 已经有很多东西 选择了 但是ASTA 还可以提供任何口味 你只需要开声 很漂亮 十七区八达的肥皮云吞面 放在幸运城的茶室门头 就是这道云吞面了 我可以说他们超过我所要 为什么呢 一般来这个茶室就是吃猪肠粉 因为过了十点就卖了 每次我带他 就肯帮一碗云吞汤 虽然云吞又大粒又正 我们是没试过买它的干拌云吞面 我有点后悔 为什么我没有早点这样做 因为呢 他每一方面都配合到我的要求 面正 银银 又满得入味 尤其是他自己烧的叉烧 一流 我很喜欢他们加了个猪油渣 给的味道更加香厚 不用说了 他的汤又清又鲜甜 大大粒云吞 还有罐的一条街 就是大大粒云吞 听了这个名字 我就一定要看看 究竟它的云吞是否大粒 果然无量的失望 我要吃它的干拌叉烧云吞 因为这里的叉烧 就是用了吉博最出名的名记 火炭烧的叉烧 或者我的要求太高 叉烧就硬了些 因为就没有半肥瘦 面又干些 但味道还好 看真一点 它的菜单 原来它有很多选择 听顾客说 它们的揚州炒饭 真的大叠夹 抵食 千万别错过 BGA旧街场的家乡 云吞麵 顺利茶室 就是属于最多街头美食 何先生两夫妇 大约半年前 在这个疫情 接触了云吞麵当 她的饮食经验相当豐富 她有成功做过炸饭 和鸡饭 她现在做云吞麵 就贪用的时间 就没那么长 她的GONLO 叉烧云吞麵的味道 真的不错 面又很硬 叉烧就一般 其实最亮 我大开眼界的 就是冬菇鸡脚面 味道不但好 冬菇还是大大隻 还很爽口 千万别错过 市北八打零 飞天云吞麵 当我听到有飞天云吞麵 我就有点怀疑 是不是一种墙头 好像大大地云特技 我就去百乐门茶室 认识了尼师傅 她解释 面过了冷河 就要把它拼干 否则汁上去 就会水滑滑 所以 快的方法 就用功夫 抛面上天 两层楼这么高 拼干它 当我的面来到 我吃一口 很棒 面又硬 味道一淋 叉烧 又烧得刚好 主要的就是 她的汤可以 及到鸿螺湾的水平 可能她坚持用的 就是大队鱼来做汤 快点来八位 看表演 吃好东西 刚才和你们介绍的 就是 八打零八档 最正豆的 鸿吞麵 多谢你们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 就麻烦你们 分享下 和订阅 请支持下 我们马来西亚的 街头美食 去吃一碗 鸿吞麵 拜拜 我们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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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